道德别笑挑战 输了的人就在脸上涂鸦 笑就是不道德 开始 一个视频 热爱英文配音的小妹妹 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哦 她就是搞配音的 你还不说 对 说 You're back to I'm back to me Why you 你怎么都吵吵人家了 我是个表道的呢 好 浅浅惩罚你一下 人家很努力的 你看人家都哭了 我也很想 虽然我也有点想笑 你为什么要笑 好笑吗 小朋友继续加油 没有嘲笑的意思 单纯觉得她很可爱 谁小时候没有这种时期呢 我小时候的视频要是爆出来 那简直是没法看 我也得了 下一句就绝对不可能去笑的 一位宠妻狂魔暖男 辛苦的为家里修空调 累到睡着了 她对她老婆好好啊 宠妻狂魔暖男 为了给家里省钱自己修 真的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而至 你看我老公在这修店呢 睡着了 睡两个多小时的 不是 这一天没累的 对不起 确定一下这是演的吗 应该是演的 我看一下啊 假的假的 看一下评论 你老公跳芭蕾呢 这小脚 崩得挺直 你这没有道德的人 惩罚你 一只半身不随的小猫咪 坚强的用两只腿活着 我以前还看到过那种半身不随的小狗 用两只腿 然后后面有那个支架什么的 那这个肯定不能笑啊 肯定不是搞笑视频了 看一下 对不起啊 我这个不打得他的人 我还在笑 下面一个我坚决不会笑了 我觉得做人应该要有底线 不可以在这样子 热爱中文的外国友人 认真地唱着中文歌 这有什么可笑的啊 开始前我就觉得很佩服 因为中文真的很难 你的光马上要是狗的主角 如去欧蕾我阳梦 到底样子在每样口味 才能让你渗透 是我才不懂的那句位 我记得住我的约 别别离开 你怎么还在笑 对不起啊